小虎 你的老公去世了 姐 他们在瞧见 他们是在勾搭 没有 我告诉她 她的老公去世了 这是 眼眶里有泪水在打转 从一开始的不相信 变成内心的质疑 这究竟是不是真的 老公 你就这样走 刘孝勃一个人怎么办 孤儿刮母 你怎么就这么死了 这潜台词是 对不起 没有了 在这儿 MG航空空乘人员 欧空姐 请介绍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为什么她有深度访谈 我们略过 我们就没有 因为深度访谈 两年前就是空姐 到今天依然是空姐 真看不出来 岁月还是仁慈的 她总会放过那些心地善良 真的 赶快说一说 对不起 高管你在飞机上吗 我今天有乘坐这个航班 你今天是带着任务上飞机 还是单纯地旅行和出差 我今天确实是自己掏腰包买票 这个乘坐这个航班 您作为公司的高管完全可以免票 对 但是我不 这一段 今天其实 早上我们起飞之后 在十点五十分的时候 我们的机长 突然间出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广播 让所有的乘客都做好 抱头 深呼吸 迎接撞击 机长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 跟全机的乘客去讲这样 这么不稳定人心的话 然后在飞机落地之后的 十一点零五分 就打开了舱门 迅速地疏散了乘客 十一点停的 十一点停的 嗯 然后在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 我们疏散完所有的乘客之后 我们也离开了 但是我们离开之后 接到了通知说 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场人员 要留下来接受调查 然后我就去了咖啡厅等待 死去的机长是你的爱人 是我的账 但是他在落地之后 你们两个没再见面 这很奇怪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俩居然没有在一块 下午的三点半的时候 我又想去找过他 结果去了之后 发现他不在 休息室 休息室 对 然后我又回到了咖啡厅了 你俩的感情真好啊 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管 要你管 为什么他刚刚看他啊 好 最后一位 我今天乘坐了这个二三三三航班 然后所有的时间线都跟大家一样 下了飞机我就回办公室处理自己的工作 你是在乘客疏散的时候跟随着一起下的飞机 对的 因为我是正经买票来的 就是你在飞机上有人知道你的身份吗 我应该是有在公司有见过或者是比如说看过他的照片 但是我们不熟 你不知道他今天是乘客 我当然不知道 欧工姐 请问你认识这位高管吗 认识 你知道他今天是乘客 知道 你们的孩子是不是生病了 不要再问我们孩子的事情 孩子的事情不要问 孩子的事情问你自己吧 各自把你们的证据拿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吧 在那个欧工姐的房间里的小盒子里面 反正他们就是 这几年都是有一些书信的往来 他们是相爱的 吓死我了 这是在欧工姐的柜子里面发现的一个复读机 一直在听这首叫成全的歌 谁成全了谁 是魏成全了你和珍 还是你成全了魏的什么故事 我为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哎呀 却换来一句不后 要转身了吗 导师要 我想提醒一下空姐 你的老公死还没超过二十四小时 不能进行一个 请你对你克制一下自己的 我跟他是恋人 曾经的恋人 到现在是不是还藕断思恋 其实我对他是怀念的 是留恋的 其实这些收心我并没有寄出去 我只是作为一个寄托相思的方式 保存在我自己的私密的空间 你们是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你为什么爱着他 却跟曾记长在一起 问这个渣男 问这个渣男 这个渣男 曾记长说老婆 我今天听到了一个爆炸新闻 公司里的假机长结婚十年了 才发现自己当了接盘侠 真是笑死我了 要放在我身上 我一定闹个天翻地覆 绝对不会放过虑我的人 第二条 我今天要气死了 新来的同事看到阿哈的照片 竟然说长得不像我 然后欧空姐 老公别生气 阿哈怎么可能不像你 这种话别放在心上 你跟老公结婚多久了 十年 对 好 好 同时还发现了 欧空姐和他们家 叫阿哈的这个小朋友的体检报告 曾记长的血型是A型 欧空姐也是A型 但他们的宝宝是B型 请问A型血和A型血的爸爸妈妈 有可能生出B型血的宝宝吗 没有 你是什么血型 我是B型 B型血 B型 speculate B型 在今天二十三号的十二点钟 会发生一件事情 接下来就发现 曾先生在马兰山亲子鉴定中心 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于是我就打过去 我报了验证码之后 他说这个验证码对应的是两份样本 一份是阿哈 还有一个是三十九岁的 卫高管的DNA 也就是说 他现在要的答案是 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卫高管 而在十二点的时候 他将得到这个消息 杀鸡来了 在欧空姐的手机里面 有一个拨打的电话记录 然后我和鬼又打过去了 喂 你是哪位 真的是马兰山亲子 这些东西我是没毛病 也就是说欧空姐知道了自己老公 去做DNA检测比对的事情 有可能这会是欧空姐的杀机 我说得对吗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其实不是绿了他 因为我跟他已经分手十年了 你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孩子 我不知道 我跟欧呢 是大学的同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多谢 感谢观看 是对的 否则你还得自己好 这么感人的时候 你居然说出这种话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她是个很聪明的人 买副毒机 分手之后找的真 对 分手之后我才知道 我怀了孕 但是我为了要成全她 我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找了真 让她来作为 所谓的备胎 其实我的内心里 真的是深深地爱着她的 刚才你们都看到了 她的老丈人 对她那么地苛刻 如果让她知道 我们孩子的这件事情 那不得把她皮拔了呀 我都为了 所有都放弃了 都要成全她 我不得保着她 护着她吗 我那么爱她 在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会为了保护 这个男的去动杀鸡 有可能 不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杀鸡 她为什么要替她 去杀一个 女人的爱呀 冲昏了头脑 那歌怎么唱的来着 再唱一样 我为你付出了青春 那么多年 却换来一句谢谢 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 小傻与毛鞋 成全了我的 比海蓝天 就是自从她跟 那个珍古董结了婚之后 但是我还想有什么方法 寄托我对她的思念 这芒果圈会有一个 这个寄步的功能 对吧 就是我每天会观察 她的行动 然后看看她好不好 然后她今天 有没有这个 走动 走 就是 健不健康 有没有运动 对 然后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 你知道吗 你是哪里人 你是我心上人 还有 以前就是头发要更爆炸 然后牙齿也是爆的 然后脸上还有很多的麻子 然后小时候也很胖 所以经常被同学欺负 就是有一天被朋友欺负得非常惨 就是把我的衣服都扯破了 然后扣子也都掉了 这个时候呢 从远处就走来一位如彩虹一般 绚烂的女孩 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这个时候她就拿下自己头上的发卡 然后拿了一根自己的头发 帮我把我的扣子缝了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 所以从那一天以后我就一直保存着这一件衬衣 然后我一直就是在她的身边 默默地陪在她的身边 所以叫隔壁老王 老陈 隔壁老陈 然后陪在她的身边 然后一起度过了小学 然后初中到大学 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的那天 我就约了她见面 我想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一份爱慕之情告诉她 正好见到她 然后她说我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然后我说我也有一个消息告诉你 我说那你先说吧 她说她要结婚了 好可怜哦 然后那个时候 你就没有把你的消息告诉她 我就没有把我的消息告诉她 你的消息是什么呢 我爱你 我爱你 而今天是不是欧贤惠你 因为是小时候事情 你是不是都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 我从小的针线活都做得非常地好 我特别棒的是可以以发卡为真 以发丝为线 去经常会帮助一些同学啊朋友啊 身边的人有一些什么活儿让我帮忙 我都很愿意去帮助大家 所以你觉得她是有情有义 她其实是社会实践 不是啦 我都很愿意去帮助大家 好 你对她有爱吗 陈的桌上有一个复读机 打开之后就想起了一首歌 你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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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愿意去帮助大家 你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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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我们 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潮小声 我爱你 所以从那以后 我爱的人这首歌就成了我生命中的爱的主打歌